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Ada 現代戰爭的形態已發生明顯改變 俄乎戰爭爆發後 除了傳統常規武器外 小型無人機被大量投入戰場 在戰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 隨著無人機的智能提升 越來越多人擔心 AI無人機將擺脫人的控制 並帶給人類災難 專家警告 AI無人機等殺傷性武器 必須由人類掌控 而且必須制定規範 在報導俄乎戰爭的影片中 大家經常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無人機在空中追蹤在地面行駛的坦克 鎖定坦克後迅速迫近 隨後爆炸發出噪音 接著畫面消失 這就是無人機自殺性摧毀目標的典型運作方式 還有些畫面顯示 無人機在高空投射炸彈 摧毀戰號等設施 俄乎雙方每天都在網上發表成果 作為有效打擊敵方的有力證據 而相關影片的記錄 就成為當今人類戰爭新型態的最好例證 以分析國際問題而聞名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 今年1月發表一篇專欄文章 題目是烏克蘭的無人機戰爭改變了衝突面貌 文章指出 由烏克蘭的實際應用來看 小型、實傷力強 疑於操作 什麼人都可以使用的無人機 已經展示在戰場上的優越性 無人機的有效性 為各國軍事戰略帶來影響 很多國家也開始加快導入無人機的軍事使用 軍事專家夏洛山向本台表示 一架廉價、輕便 可以攜帶彈藥的遙控四軸無人機 能在士兵部暴露在敵人炮火下 攻擊敵人陣地中心 而且準確高效 這種能力正在空中發展到水上、水底和地面 例如無人機水面艇、無人潛艇、無人戰車等等 它對未來戰場的影響 如果用改變遊戲規則來形容 都顯得份量有點不夠 因為它已經被廣泛接納 並且正在不斷發展和改良 造價只是幾千美元的無人機 就可以有效摧毀一部價值五百多萬美元的先進坦克 顯示費用和達成效果的差距 異常懸殊 不僅如此 製造這樣的無人機 不需要大規模生產線 民間可以在短時間內就生產出來 而且具有良好的生產性能 無人機也不容易被雷達發現 很難受到攻擊 可以通過衛星數據 準確定點攻擊目標 而且具有很高實效性 更有意義的是 無人機能夠攻擊敵人 但是又不會有暴露自己士兵位置的危險 不過凡事有利就有弊 無人機等殺傷性武器 日吹智能化 引發專家擔心 將來是否會出現自主殺死人類的AI武器 被譽為AI教父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名譽教授恩頓 日前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 他擔心AI會帶來人類的生存危機 關於AI可能威脅人類的原因 恩頓指出 如果將AI設定某個目標 他就可能找到對人類不利的方案 例如命令AI壓止氣候變化 AI可能就會意識到為了達到目的 而有必要將人類清除 恩頓還強調 今後更會出現不同AI互相競爭的局面 因此AI的智商會越來越高 即使你拔了插頭 AI也可以用議員操縱人類 或會說服你不要關掉開關 恩頓擔心未來10年內 將會出現自主殺死人類的AI武器 化學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已經造成悲劇 後來被國際協議禁止 AI武器被限制或是遲早的事 但是這樣可能要等到真正使用在戰場上 而人類意識到它的悲慘結果後才會實現 恩頓並不是預言AI將會統治人類 它是在此警告 在未來具有不確定的前提下 AI帶給人類的風險 夏洛珊也表示 本質上 AI對人類的威脅在出現的那一天就已經存在 例如AlphaGo 圍棋人工智能程式 曾擊敗過人類尖端圍棋高手 他認為只不過AI接管武器系統後 對人類的生命威脅更可怕更直接 才開始人氣高度關注 大家真正擔心的是 有一天AI會反過來控制甚至盜獄人類 夏洛珊說 AI將會追求提升武器系統最大效率 隨著感應器、通訊和電腦技術的發展 AI控制自主武器系統已經成為現實 包括美國也正在開發的下一代空中優勢戰鬥機 協作無人機都深度使用AI技術 到目前為止 實際投入作戰使用的無人機 基本上都是在真人控制下工作的 而完全由AI控制的自主攻擊武器 似乎還未真正走上戰場 但是AI控制的自主攻擊武器走上戰場 也只是時間問題 它的危險性在於人類 是否將生殺大權交給機器? 美國對這個問題的原則是 在任何武器的控制操作 都必須有人類決策者的存在 也就是說 不能將生殺大權完全交給機器? 最近美國發出的一個全球倡議 要求世界各國簽署一項 關於使用人工智能的道德規範協議 但是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得到世界所有國家的響應 包括中共、俄羅斯、朝鮮都沒有表明態度 如果只有部分國家履行有關 使用人工智能道德規範的話 就等於幾乎沒有約束 那對人類來說就非常危險 今年2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 在烏克蘭軍隊設立專門負責無人機的部門 今年將在國內生產100萬架無人機 烏克蘭國內已有超過200家企業 從事無人機生產 目前民用人手製作的無人機 也被投入到戰場 烏克蘭每個月預計消耗1萬架無人機 去年12月烏克蘭國防部長好自豪地說 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之後 烏克蘭的無人機生產增長了16.8倍 而在之前 俄羅斯總統也強調 俄羅斯特別重視無人機 在這個領域正在加速開發軍民兩用無人機 俄羅斯先進無人機製造 發展進步速度較快 因此烏克蘭也提出警告 俄羅斯正在快速推動人工智能無人機的研發 2月下旬 日本自衛隊分析了小型無人機 在烏克蘭戰場的使用情況 並制定對策 將來使用無人機 取代人手操作的戰鬥直升機 並通過訓練 將實際效果反映在自衛隊的戰術中 日本京都產業大學教授岩本成誤表示 小型無人機價格便宜 任何人都可以獲得 因此被稱為窮人的空軍 現在各個武裝部隊組織 都擁有同槍械同等級別的小型無人機 在這種情況下 戰爭一旦擴大 損失也會隨之增加 夏洛珊表示雖然美中之間沒有爆發熱戰 但是美國已經將中共視為頭號威脅 他說五國大樓已經宣布實施複製器計劃 就是用成千上萬的小型 廉價的不同特性平台 抵消中共在艦艇、導彈和人員方面的數量優勢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本台記者 成功屠沙的採訪報道 訂閱我的貼文 訂閱我的貼文 線成功 成功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